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不讲台湾? 今集继续记得和阿菲 还有家文 Hello 刚刚在台湾毕业的小妹妹 上集讲到我找到台湾的大学 但是我想讲一些 因为上一集讲过DSE 我不是说要考个联考的 当时我对珠凯书是考五科的 因为我是报文商的 所以考五科的 中英数、地理和历史 就是你要考完一个会考 会考就是在香港要考 再考一次那边 在珠凯书院考的 考过五科就分了两天考 所以刚刚刚说了6364 中英数 英文和数学就不用理会了 一定不会的 中文、历史、地理 地理其实也一般的 因为他经常考了很多中国地理 哦 如果这样? 是啊 就是当年 哦 所以他说在考完再考 那當然英文數學都扔低了 那我肯定... 啊? 調大了 哈哈 就這樣,好,繼續 那你上一集說有些故事 哦 因為我那時候排志願 我對於台灣的大學其實不是很了解的 那我當時排志願 那第一呢 就排台大 哦,嘩 是,他非常有志向的 那當然是好 當然是這樣的,當然是比較好 沒理由一開始就選一間假的 是 然後第二間呢 就排師大 哦 也是很厲害 就是台正師的三大 沒錯,就是香港人 普遍都會聽過的台大師大 然後第三呢 我就已經排奉教了 嘩 竟然不是跟著那些什麼 其他國立那些我沒有排 第三名已經是奉教 我當年大一那年 進去跟我班道說 我班道全部笑我 他說原來我們馮甲是算台大和師大的第三位 哈哈 他自己都在這裡自責 沒有了,當然大家都很講得笑的 是的 那我為什麼選馮甲呢 我記得當時是我中學的時候 然後好像有個老師是負責關於台灣升學的 他就提過說我們有個師兄也是去了馮甲 說不錯 我就記得馮甲這個名字 然後我就 但是就不知道是怎樣的 其實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 對於台中也都不了解 我大概查一下台中有沒有捷運的那些 那大家大概要查一下 台中竟然沒有 竟然不選東海 是啊 我真的覺得我完全什麼都沒有了解過 沒有了解過裡面的排名 什麼科哪一個好一點 哪一個好一點 我都完全沒有 但是我覺得是錯有錯著的 因為我覺得來到台中的馮甲 我覺得就遇到很多機遇 認識到很多人 我覺得真的錯有錯著 我覺得不後悔這樣 嗯嗯 那不是,馮甲也不錯 是的 不要說到什麼 但是好像說夜市出名過大學 哈哈 那就一定是了 過了他是夜市吸引到你 哈哈哈 是的 因為他在夜市所以我要馮甲 是的 是的 那如果說回填志願 那我三十多年才很搞笑的 其實我第一個志願就寫橋大 哦 因為我知道自己是什麼了 哦 哪有可能直接考到大學 哦 然後 五百多人 好,你有橋大 我填台大是真的非常囂張的 我橋大之後 隨便後面亂填的 我打算還是讀橋大一年才的 但是誰不知呢 交方會說 你不可以填橋大 橋大沒得選的 哦 哦 你一定要填30關大學 哦 所以就取消了橋大那個排名 是的 所以要重新寫 重新抄一次 哦 那30格而已 沒有你這麼慘 填70格 真的我後面真的亂填的了 隨便按上去的了 真的 哦 那你馮甲有沒有小朋友什麼科系 有啊 那你那時候想要選什麼 哦 我本身就打算讀外文行的了 一開始就來了 是的 所以就 都真的一擊即中 總之就馮甲外文 第三位自願進入了 哦 如果說外文 其實東海外文也挺有名的 是的 其實文科來說 馮甲不算太好 哦 即是 沒有什麼 不要說沒有 即是說 我說比較有名的 是的 是的 總之真的我覺得就 當初就真的有一些 亂填了 沒有了解清楚 還有你家應該挺有錢的 一選就選私校 哦 還好 就是對比香港大學費來說 哦 不同的 又是有節省很多的 對比香港 就不知道為什麼選了馮甲 是的 好了 那開學了 飛了過來 那你來讀書之前 就是沒有來過台中 也都不了解 一來到 那你一個人來嗎 哦 我一個人來的時候 真的自己 有沒有人照顧 沒有啊 我記得我們學校就挺好 就是因為有一個 其實每間學校都有的 有一個港澳聯會 是的 那它其實就是負責照顧 一些剛剛進來的港澳新生的 因為我們剛剛來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程序 例如申請健保卡啊 居留證啊 就算是電話啊 等等這些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申請的嘛 始終香港和台灣 怎樣也好 都是有些不相同的程序要跑嘛 那跟著我們最初來到之後 那我就 我想一下先 就幸好有學長者照顧啦 那無論去買日常用品 我們一個真的 他們 我們有交會費的 那我們就 他們就包了一架旅遊巴 載我們去加羅福 跟著就買這個 採購這個日用品 這樣 然後再載我們去宿舍 因為我們宿舍 因為我們大一就一定要住宿舍的 那時候校規定 可能照顧大一身 是的 跟著我們就 床褥啊什麼東西 當然也要自己 親自去選擇 所有事情都真的自己要搞定 這樣 哦 那你一到步 就自己去 即是特的士了 我那時候是 自己去逢教 剛好又查到一個資訊 就是我學校會有一個接送 哦 就是這樣就很好 可以省一筆 即是有人照顧了 是啊 是啊 已經載過來 是的 就很幸運 即是第一年就住學校 那女生宿舍的門口 就站著男同學在那裡等 也真的 真的 應該更加大學 不是等我 不是等我 等其他人 更加大學都是這樣 東海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 就正在旁邊而已 嗯 所以就真的在通常女生宿舍門口等 咦 有沒有試過開放過女生宿舍 給男生進去幫忙搬東西 沒有 沒有 但是有一個活動 好像叫什麼 叫什麼骨子 我都忘記了 是我們學校的一個活動 宿舍活動 就是當天 男生可以去女生宿舍 女生可以去男生宿舍 參觀 就是自由出入了 終於 咦?這麼好玩嗎? 沒有 就是大家都可以看看 原來你要宿舍感架 那你很好奇 你來到 照顧了 還有車帶你去家樂福 是啊 都很溫馨一下 嗯 那開學呢 開學前不是有什麼形身形的 你們都有參加嗎? 有啊 有啊 有我們叫相見歡 就是第一次 雙見歡 雙見歡 就是第一次見面 雙見歡 就是第一次見面 見室友 就是第一次見面 可能玩一些遊戲 他們這些遊戲 統稱可能雙見歡 大學形身來的 是 其實我沒有去他們的Ocamp那類 我沒有參加 因為那時候有點貴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自己 好像是兩千多塊台幣 然後就兩天一夜 但是那些很好玩 是他們說很好玩 我那時候就 覺得好像有點貴 然後我的室友剛好也沒有去 是啊 你知道朋友是 如果他們不去 你自己已經沒有了興趣去 他們沒有去 那我就 我都沒有去了 我那時候宿舍是四個人的一間房 有兩個台灣人 接著連我就是兩個香港人 剛好也有一個香港人 是的 這樣 就是也有一個香港同學 是也有一個香港人 走了嗎? 他走了 哦 這麼快 可能每個人發展不同 是的 我們那時候宿舍是 廁所和洗澡房都是在外面 大家同層共用 就有一點點不習慣的 因為平時在家裡比較方便 但是在宿舍就可能 要戴著衣服 有個盤裝著洗頭水 有什麼 坐牢 真的 然後我的宿舍的朋友 他們比較省錢 還會自己洗衣服 但是我覺得洗衣機都是十元一千 是啊 十元二十元而已 但是他們一起聊天 聚在一起 整條好像在河邊打水 這麼復古 我自己的形容都有點誇張 就是他們一起聊天 一來洗衣服 我就覺得 我覺得有點過寧 在房間裡 很懶惰 我習慣都是把這些東西在洗機洗 哦 哦 那宿舍當然是公共廁所 這些一定的 嗯嗯 就是沒理由 像套房那麼高級 不是啊 鳳甲 鳳甲現在 有套房嗎? 很厲害 我覺得現在的學校都很懂得經營 現在的學生太幸福了 真的很懂得經營 因為我覺得宿舍對於同學 決定選不選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宿舍比較舊 或者設施沒那麼好 我真的會打退堂鼓 但是現在的鳳甲 我記得我最近幾年起的 它是真的有一個套房 當然價錢一定會給共用的貴 但是 以學生來講 我覺得它可以享受一下這麼棒的宿舍 可能真的會被它吸引著 所以現在的學生真的幸福 哈哈 好啊 哦 那麼 剛剛說了開學了 其實很多學生生會還有一段時間講的 那麼今集就講不完了 下集繼續聽聽家文怎麼分享他學生的生活 好 下集再談 拜拜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哦